赵玉 行事 阴森的房间中 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可怖的刑具 喜不去的血腥味淡淡地萦绕在四周 而颇为诡异的是 一名身穿囚服的男子 却尽刀大马蒂坐在太师椅上 带着刀的两名狱卒 一老一少 反而站在他的身前 替本皇子扒好这件事 少不了而负责好处 朱高旭平淡地说道 随手解下腰间的金鱼带扔了过去 年老的狱卒已经是胡茶都泛白了 他接过金鱼带 手心轻轻掂量了一下 顿时眉开眼笑 而他身边满脸横肉的年轻狱卒 更是缠的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爹 老狱卒瞪了儿子一眼 将金鱼带揣到了怀里 满脸堆笑地冲着朱高旭保证道 殿下放心 小老儿从红武朝就操持这一行了 绝技不会有失 朱高旭看了一眼年轻狱卒 不耐地吩咐道 你这儿子却是个貌似的 小心一点 不要搞砸了 若是放在平时 朱高旭非但不会这般啰嗦 便是看都不会看这等狱卒一眼的 但毕竟今时不同往日 朱高旭身在诏狱 用得着人家 而且关键事还涉及到江星火 便多婆妈了两句 是的 随着死刑日期的临近 朱高旭打算把江星火营救出去了 朱高旭当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江星火去死 哪怕江星火已经非常期盼那一天的到来了 先不说朱高旭是个比较重感情的人 嗯 换句话说 就是不那么理性的人 江星火作为他唯一承认的老师 是朱高旭非常尊敬的 亦师亦友的存在 就算单纯从利益角度出发 拥有堪称恐怖的谋划能力的江星火 也将是朱高旭补齐自己短板 争夺储君之位的最有力的谋主 朱高旭很清楚自己的弱点是什么 跟大哥朱高旭相比 自己所结交的都是军中武将 打天下可以 但是治天下不行 所以江星火绝对不能死 但江星火犯的是朱十足的株连大罪 永乐地亲笔沟的死刑 朱高旭琢磨着自己舔着脸去跟父皇求情 父皇又不认识江星火 也不知道他有多大价值 肯定是不会网开一面的 这也好理解 方向如广收门徒 帝十足足足有好几百人 凭啥单独赦免一个江星火 所幸朱高旭就选择了成本低见效快的办法 冒死 在眼下这种乱世末端 莫说是野外横死的无名尸体 就是南京城里 也总会有死因不明的乞丐刀克 总而言之 对于首眼通天的朱高旭来说 冒名顶替的和是尸体是不缺的 剩下的就是搞定狱卒 一般来说 在死刑前三天内 如果突然有人暴毙在狱中 是一定会引起有私注意的 而时间越往前 容易露马脚的概率就越低 故此朱高旭并不打算等待 今晚就打算动手了 打发了专门干这种因私勾当的狱卒 朱高旭亲自提着石河来到了江星火的求是 首位的狱卒也只做不闻不问 甚至主动摘下腰间的钥匙 帮他打开求是铁门 朱高旭看见江星火正高卧在稻草堆上 双眼直视求是的屋顶 似乎正在沉思着什么 江先生在想什么 在思考人生究竟有何意义 人生当然有意义 正当皇帝难道没意义吗 朱高旭赋斐道 不过这话他可不敢当着江星火的面说出来 要知道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南军败将高宇 而不是永乐帝的二皇子朱高旭 不然换了真的身份 有些话江星火还会不会对他讲 朱高旭可就不能保证了 先吃饭吧 朱高旭取出石河 里面的菜肴还冒着热气 显然是刚刚做好送来的 笋鸡腑 酒遭憨 带动姜醋鱼 做腑 水炸肉 盐水鸭 白酌青菜 除此之外还有米饭与油脂肉饼 以及狼牙酥糖等甜点拼盘 最后 朱高旭又摸出了一坛封装好的酒 酒坛上还带着些许泥土痕迹 噗的一声 朱高旭拔开了封着酒瓶的泥 江星火用力抽了抽笔液 清醒过来 翻山而起 什么酒 味道这么香 朱高旭哗啦啦的倒了一碗 递给江星火 俺还是个娃娃的时候 从爷爷那里偷的 匆忙跑个坑埋了起来 那时候俺爹来找俺 俺觉得事情败露了 死死坐在地上不敢挪屁股 结果俺爹以为俺在地上拉了裤子 狠揍了俺一顿 江星火喝两口酒 入喉香 进了胃里没什么感觉 半上方才拉了起来 你爹看来是个性棍棒教育的 老邱八年少时就刀口填写的 脾气自然不好 先聊起这些事情 朱高旭也不以为意 反而问道 江先生呢 江先生的爹小时候对您怎么样 江星火想了想 加了口菜答道 挺好的 父母双全 所以我很想念 只是现在太久没回去 记忆里的样子都有些模糊了 甚至需要想一想 才能记起来父母是谁 做过什么 自己又是谁 捏了块狼牙酥糖 江星火放进嘴里咀嚼了片刻 很酥不沾牙 嘎崩脆 我小时候挺爱吃海苔花生的 嗯 你肯定没见过花生 一种很大的豆子 也是这个口感 嘎吱嘎吱的 有一次我一边嚼一边玩 忽然感觉口腔有点不对 吐出来一片牙齿一样的碎片 以为牙齿磕掉了 给我吓坏了 后来发现是牙结石 嗯 就是牙垢 朱高旭一边闷头吃菜 一边听着 最后评价道 江先生小时候胆子忒小 俺带着三弟跟那帮熏贵崽子干架 被干掉八颗牙都没带怕的 江星火懒洋洋的靠在 倒草堆窝城的床边 养头倒酒 如此吃菜喝酒 江星火也开始说些 朱高旭听不懂的感叹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如果一个人消失了 可能对这个世界来说 大地跟缠阵翅 树落叶差不多 悄无声息 而又无足轻重 可能只会活在有关人的记忆里 我就像一个漂洋过海的旅人 大海茫茫无际 一夜孤舟途径 一处又一处风景 开始还有些新鲜 随后便是无奈 既不是对生活冷淡 也不是有什么难过 只是失去了耐心 甚至连起身的耐心都没有 只想躺着 我这一生实在离岸太远 又不知能否回到故乡 以至于偶尔情绪失控 对着大海生死历劫的求救 都像是在告别 两人个说个话 说了很久 朱高旭也喝多了 看着醉倒的江星火 被年老的狱卒拖了出去 一具尸体被拖了进来 随后与那年轻狱卒擦肩而过 朱高旭步履 晾腔着回到自己的牢房 直接倒头睡去